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软夫之家主办的线上研讨会 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幸请到我们的老朋友G总G多宾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开源PRM Ares的选行与实施经验 那Ares PRM的话应该是在业界 应该大家不管有没有用过 应该还是非常知名的一款开源的PRM系统 那相对于国外的三大厂商的主流PRM系统 Wenture, Inovia和Team Center 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国产的PRM系统 Ares PRM系统它其实在整个行业内面 行业里面还是比较有知名度 那G总现在应该是在国内 比较早期接触到Ares PRM实施 并且全程参与PRM实施这块的这样项目的实施当中去 所以应该是有很多第一手或者比较前沿的这样 或者前线的第一手的一些资讯和心得给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的G总 给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大概分享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小时 分享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参与者比较多 我们把我们的参与者都全部mute了就静音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 留言的时候我们会统一汇总 在最后的时候 请进总统一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和回复 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下面呢我就把时间交给G总 G总 好谢谢陈总的介绍啊 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呢 是一个Ares PRM选行与实施 整个这个项目呢 差不多历时的接近三年多 我大概参与了从第三到四个月开始到最后结束 基本上这个项目的后面三年的全部过程 然后接下来嘛 我们就先言少序直接进入正题 这是第一页PPT 清理开源PRM 然后呢在具体讲内容之前 先给大家把整个讲的一个脉络 做一个梳理 我会讲的内容包含第一项目的一个背景 第二软件的一个选行 所谓软件选行也就是PM平台的选行啊 第三 客制化开发与测试 第四实施部署 第五上线支持 第六项目经验总结 然后其实这每一个话题呢 说实话 把一个小时讲都是讲不完的 整个一个三年的项目的话 如果说说开了去 其中任何一个话题都能讨论 一天两天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呢 主要是更概性的给大家讲一下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本 如果说小学生日记的话 就是一本流水账 就是把脉络的东西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大家对细节哪一部分具体感兴趣 我们可以再阅 可以再阅啊 好 首先呢 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 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首先呢 我们在讲项目背景之前呢 先看一下整个这个企业的背景 这个企业呢 是一个总装型的企业 它所要的 涉及的核心的业务内容呢 包含两块 一块呢 它的产品呢 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产品 所以它的核心业务呢 包含第一部分 很大一块的 是软件开发 然后呢 它有完善的软件开发和发布的管理的流程系统 全部都有 然后呢 它因为是一个总装 必不可少的 又涉及到硬件 设计到硬件 所以说它基本上呢 是一个机械设计和电子设计都是有的 机械设计呢 主要以开发这个设备的结构为工作目标 而电子设计呢 主要以PCB板路开发 以及固件开发为主 当然其实电子设计里面 如果大家细分下去 可以分为电器工程师和固件工程师 但是我这里就不去细分了 就全部归在电子类里面 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从它的人员分布来说 可以看出整个这个企业的 它的特点的话 就是一个做总装高复杂性产品的 它的产品主要内型是什么 包含的内容结构是机电软 机作为结构设计 电作为控制系统设计 软作为软件层面驱动 当然这里的软包含了固件 和计算计算的纯软件 两块内容 所以说在这个企业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对应的每一部分呢 都是写了它涉及的人员角色 比如说软件开发这里面 还有软件工程师QAQC 当然软件它有自己的项目经理 产品经理什么都有啊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不去 具体的区分它的项目经理 那个的 就单纯的全部把它归 拉在软件工程师 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之内啊 然后硬件开发呢 有硬件开发的项目经理 有硬件开发的机械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 下面还有一个固件工程师 然后也有硬件的QAQC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处于整个这个企业 领导部门的角色 就是技术经理 工程经理和职能经理 基本上这是一个 矩阵式的组织架构 所以说在了解了 这个企业的业务内容 和这个企业的一个 大概的组织架构以后 其实我们就知道 这个企业上PLM呢 拍板的人是工程经理 职能经理 用的用户呢 是这些工程师 然后呢 受影响的用户呢 是技术经理 所以说 基本上是一个 蛮多内容的一个 蛮全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企业 这是一个关于企业病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下一页 下一页呢 我们看一下 在当前企业中 有哪些系统呢 第一个为了工程变更 准备的系统 MATX ONE 当然它这个系统 已经很早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开始部署实施了 所以是一个很老很老的 MATX ONE 还没有在被打锁 并购之前的东西 然后呢 它主要完成两件事情 一个呢 是工程变更 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 一个呢 是工程变更 执行的最终 Engineering Change Implementation 公正变更执行 然后呢 它 还有Team Center 用Team Center 来管什么呢 管CAD数据 管CAD数据啊 就是它 涉及到的各类CAD 数据 都是在Team Center里管理 当然这里的CAD的话 因为这个企业的 有多个部门 基本上设计的CAD 软件也比较多 包含了NX BloyE 和Solidworks 三样啊 还有少部分的 AutoCAD AutoCAD 进那个Team Center的 东西不多 然后呢 它因为是一个 也包含软件 在内的一个企业 所以说它有完善的 软件管理的体系 大家可以看到 有ClearQuest ClearCase和DOS ClearQuest呢 IBM ClearQuest 用于需求管理 缺陷管理 ClearCase呢 用于软件配置管理 版本发布啊 Release Build啊 这些东西管理 全在这里 DOS呢 用于软件测试管理 HP DOS 用于测试管理啊 然后003长 还有很多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在IBM Notes里面 有很多 还有其他的这种 Rohas的系统 还有很多FDA 相关的系统 其实我提到FDA 大家应该能猜到 是个哪个行业了啊 如果说 有了解的会猜到 是哪个行业的 呃 企业了 然后 接下来我们看 下面一页 我们对他的工程系统 现有的工程系统 做了介绍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还有其他 哪些背景因素 第一个呢 能动用的项目经费 就是为了 这一个PM系统的 升级换代 所能动用的项目经费 是有限的 有限的 具体数量 我不方便透露 但是是有限的 然后呢 时间线呢 也是明确的 基本上呢 是要在 呃 十六个月之内 要新系统 要能上线 完全的替代 现有系统的功能 一些升级的 扩展性功能 可以 往后 稍微排一排 然后管理层的 想法是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管理层 包含几个 一个是各个 因为它是一个 跨国公司啊 有整个的话 有在全球 有三个点 三个点 上海一个 美国一个 还有一个在法国 三个点啊 三个点的话 他们就要求呢 每个点呢 都要 又想用一套PM系统 来管理的三个点 所以说每个点的 那个 管理层想法 也不完全一致 基本上呢 最后来统一下来 就可以说 从实施部门的 管理层想法来讲 一 我们要控制钱 二 我们要不能 长远的来说 依赖于服务商 来帮我们做 这个PM系统的维护 或者说就是 花的钱 要少做的项目 而且将来维护成本 要低 三 要满足业务要求 未来十年的业务要求 这就是管理层的想法 所以说最后来 其实项目的目标 就可以定义为几个 下面几个内容 一个少花钱 二一个要把事情办好 三一个呢 要满足未来十年的业务需求 四一个呢 要维护费用可控 这是整个这样一个项目的 一个大的背景 大的背景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第二个topic 软件选行 在大的背景前提之后呢 我们进入软件选行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 我们能想到的一些备选方案 当时呢 有几种备选方案 一个呢 对Matrix One做升级 是一种方案 二一个呢 对Team Center做升级 用Team Center来 cover掉Matrix One的功能 把它从一个PDM上升为PLM层面 三一个呢 就找一个第三方的PLM软件来做 最后来呢 我们那个是选了Aros PLM 当然在选之前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案的比较 对每个方案呢 也有一个优劣势的分析 Team Center呢 我们看了一下 从功能上来讲 是能满足业务需求的 但是呢 它的价格非常昂贵 在我们当时已经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买了100个Aros License 加400个Consumer License 如果说要用Team Center来做替代的话 那么所需要的License数量的话 Aros License数量至少要翻 五翻到500个 所以需要的Consumer License的话 至少要到1600个到2000个 那么这笔钱的话 实际上是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 Global Floating License 成本都非常非常贵 而且还有一个呢 长远远来讲 随着Team Center 它每个版本只维护三年的一个约定 基本上你就是再死皮来一年 最多三年之后你也得升级 所以升级维护这一点上呢 非常非常受制约 同样呢 它里面虽然有什么 Workflow Designer 这些内容 但是基本上里面的话 你要流程的话 还是你得自己开发 而且基本上你用它缺审提供的那些组件 去搭流程 搭出来的是不会满足企业要求的 所以说基本上你还是得自己写code 去客制化开发 客制化开发成本的话 在一点一旦你升级的话 必须要做出相应的维护 然后最后一点 TimSanta本身的学习曲线 远长于一般的PLM 远长于一般的PLM 特别对于一些非机械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以及软件工程师 如果你让他在里面走流程 哪怕就是最简单的工程变更的签署 都需要一个学习时间 好吧 这是TimSanta的特点 然后MetroXone 其实基本上判断了一下 很简单 如果不 即使是拿Innovia来做评估 我们也觉得呢 它不能满足未来的功能需求 这里我想说Innovia可能在PDM 就CID复具管理 特别跟Cartier的基层上 做得很好 但在其他 在工程变更之外的话 其实做的东西是有限的 是很有限的 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一加之言不代表 我的理解一定正确 也许我是错误的 欢迎大家指证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觉得Matrix One的升级 不能满足我们未来 十年的业务发展要求 好 最后来我们选择了Aeras PLM Aeras PLM有什么优势呢 一开源免费 我们只是付了一个企业license费用 成本很低 而且这个license费用呢 它并不是以man license 为钱为目的 而是说以 就是说提供商用版的升级 为目的的一个license 就是说我能拿到中间的小版本 性能更可到小版本 二呢 选择了这个PLM有什么好处呢 它因为是一个BS架构的软件 它为我们机电软整合的PLM平台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怎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过往的时候 很多PLM软件都关注在 机械和电子的继承上 很少有一个PLM软件 能关注到软件的继承层面 但是如果选Aeras PLM呢 虽然说它本身没有提供 对软件的继承 但是我从开发的角度来讲 我有这种可能性 能做到这件事 会流水啊 然后呢 第三个优势 就是它是一个轻量化部署的PLM 我也不端的 当时然它也有它的不足啊 不足 它不同的与一般的PLM 没有CED的继承 这是在我那个时代啊 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 好像它也号称 它有各种CED的继承了 但是具体这个集成是Aeras自己做的 还是第三方做的 我不太清楚 如果是第三方做的 我相信当时我们评估过 它跟Solidworks的集成 基本上觉得可用性也是不高的 到企业级可用性啊 并不是说它不能做集成 而是说到企业层面的话 可用性就不高了 然后还有一点 Aeras天生的一个局限性啊 它只能在Windows平台上去用 所以说你当你去在 部署企业服务系统的时候 你必须选择Windows 系统作为底层服务器 当然Windows系统 涉及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安全性 远不如Linux服务器的 来得那么好 这是它的一个 本身的局限性啊 然后第三点呢 它基于AERIE开发 Internet Explorer开发 在我那个时代呢 基本上你只能使用 IE去打开Aeras PLM 因为它而且很多的 使用了当时已经 基本上激临淘汰的 Active Apps技术 当然现在我看了下10和11版本 好像已经可以在支持Firefox和Chrome 这些浏览器了啊 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开始那种 就是Retire Active X 做HTML5的这种设计了 然后呢 还有一点 它性能存在评级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单数据库 多文件服务器的架构 单数据库 多文件服务器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设 你的数据库 只能设在一个中央 你的文件服务器 可以做replication 可以提升文件拉去速度 但是你在很多的时候 不提取文件的工作流程中 速度是很受影响的 特别你的数据服务器 部署在远端的时候 你在 比如说你不 数据服务器部署在美国 你用户在中国的时候 拉取一个ESN 所有的信息 工程编决所有信息 可能都会远比 美国人在本地而慢得多 就是它性能平静的问题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它每一个这种 engineering change 或者这种 信息的拉取过程中 会跟服务器发生很多次相应 当然这个后面会提到 我们在为了 提升它的性能 帮EROS改了很多code 什么 就是把它的一些 不停断的发那种 很的小的数据包的形式 打包成本地cache 一下子批量性去发送 以提高这种性能平静的 解决性能平静的问题 这些备选方案中的三种 我都列出来了 然后基本上 列出的也不是 它的每个方案的全部内容 只是从我们的角度 当时看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些备选方案 最后毫不疑问是选了 EROS PM 那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们看这样一个 相当于技术性的方法 当时呢 我们是确实呢 在整个这个平台选情的过程中 使用了QFD方法 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也觉得QFD方法 这他妈就是 做给老板看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列出这边的requirement 列出那边的什么function 然后啪啪啪对吗 打分 然后得到一个分数多少 这个东西你主观倾向性特别大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实际在我做了以后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企业选情 POM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 而且我们呢 是按照等比数列的 那个评分标准来给的 就是按照重要等级139 一呢 表示不重要 二表示一般 三表示非常重要 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种 评分标的权重方法 叫做135 就是等差数里 一呢 表示不重要 三表示一般重要 五表示非常重要 这样的评分 然后呢 在你给出了 这个QFD评分标准以后呢 实际上这两种打分法 你都可以用来用 一般情况下 你用139呢 会更加明确的看出 两个POM呢 所得分的总分的差距 而135呢 可能差距更小一点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完全看于 你看在你自己 你是希望怎么样 如果说乙方的话 基本上他们会选135 避免过大的体现 有伤跟自己的差距 但是作为假方的话 选139的打分方法呢 更合适 这样的明显的 帮助自己去判断啊 然后呢 我在这强调一点 QFD方法 也许你列出了五个Requirement 列出十个功能 这样去打分 这个方法确实是不具有准确性的 因为你可能很有倾向性的 把一个你想选的东西 分数打得非常高 不想选的排斥的打得非常低 就没有价值 但是如果说你一个QFD做的需求超过30项功能项超过100多项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很你个人倾向性就算再有你打出来的分数也会客观的反映出选行哪个对你来说是最合适的啊 然后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QFD的图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有没有经验哈 这就是一张QFD打分积分卡 当然这我找的这张例子呢 不可能是我们做软件的那个例子 是在网上找的一张例子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呢 是Cosme Requirement 右边呢 是Priority或者是Function 你看 然后呢 这边有个内积 基本上呢 我们在做打分的时候 基本上不去看内积 内积是考虑什么呀 就是考虑两个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基本上在做这个QFD的时候 基本上内积这项就不考虑 所以说我们做的QFD是没有这个的 就是这两项 最后来得到总分 评估出来 然后我们评估出来呢 实际上在考虑了Business的因素 功能的因素 Function的因素 以及我们那个 还有那个很多 Customer Requirement这些因素以后呢 我们很得到一个很炸的差距分数 就是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Errors 当然这里面我要提一点 Business的分数占了很多的一个分数 帮助他提高的 所以说这里面 其实呢 你也要看 就是说也要在这个Function里面分几类 就是Business需要哪些Function 然后你的功能本身需要哪些Function 你的Engineer需要哪些 然后这是讲的当时PM选行的一种方法 而且我个人来说也比较推荐 甲方企业在选行的时候去花一点时间 甚至你可以花两个月找相关的人 把这张表做出来 他会有意的帮助你选行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在选行的过程中 我们所提到的 企业所关注的内容 也就是企业的业务需求啊 企业关注哪些内容呢 第一作为这样一个企业 他关注呢 有以下的业务流程 第一个Defect 也就是缺陷管理 第二个Requirement 需求管理 第三个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工程变更请求 Engineering Change Notification ECN ECI Engineering Change Implementation 工程变更执行 DA Deviation Authority 偏差授权 DCN Document Change Notification 这是这个企业最主要的工作流 工作流 然后呢 它是从流程上讲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它关注的是机电软的整合 然后呢 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产品的工程报 工程报 里面是机的结构下面挂电 电的结构下面挂一张 就是Phantom Part 作为软 因为软件的话基本上你是Release Package的 好 所以说整个这样一个BOM是一个完善的结构 包含机 电软 而且层级结构非常清楚 就是机下面挂电 机下面有一个PCB的子键 作为借位键 挂电器的BOM 电器BOM下面有一个Phantom Part 作为借位键 挂你的那个软件的 那个Part ReleaseBOM 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BOM的结构 然后从具体业务的角度呢 这是这个 这是一个呢 以项目为导向型的团队 或者说 他们呢 是以产品 围绕着产品来建立团队 建立部门的 就是某一个团队呢 是为了做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做完了 可能这个团队就解散了 然后再新成立一个团队的 去做另一个 这是关注基电网的整合部分 然后呢 他还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上下游的整合 上游呢 主要是与PDM系统 主要是与我们的管CID数据的系统去整合 下游呢 主要是与SAP去整合 在与SAP整合的过程中呢 最关注的就是从工程BOM 到制造BOM的一个转变 转换 然后还关注合规 关注 这是一个行列性的要求 基本上这个是在任何一个 通用POM软件你都看不见的 他会关注FDA 一般的POM软件从来没有说会去关注FDA 所以说我觉得这POM软件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家 就是说能做到完善的 但是呢 其实在企业甲方而言的话 你拿到东西 无非是选一个好的平台 然后根据自己的要求 去做合适的修整定制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干 就这么干 在前端呢 我们看一下整个这张图 这张图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 M-CAD嘛 大家很毫无疑问 对了你理解 就是机械CAD 机械CAD这里面包含了好几个工具啊 我们不去管它 Rally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Rally是一个敏捷需求 以及缺陷管理的工具 就是呃管理 它可以类比成跟ClearQuest差不多 都是需求管理 但是它呢 是基于Web端的 轻量化的云部署的一个方案 就是你只要买服务就行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E-CAD E-CAD呢 主要的就是Mental Graphics 啊 当时呢 我们是这么 在老的系统中呢 是这样的 M-CAD呢 跟Team Center 继承 Team Center呢 跟Matrix1 的ECN Change Notification 继承 然后Matrix1呢 跟Matrix1后端的Change Implementation 继承 这样一条线 啊 然后Rally呢 相当于是独立的 E-CAD呢 当时也相当于是独立的 然后呢 软件本身呢 又有另一条管理线 从ClearQuest开始 ClearQuest呢 跟DOS需求跟测试有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ClearCase呢 跟DOS又有一个映射关系 但ClearQuest跟ClearQuest本身之间呢 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映射关系 所以我就没连这条线啊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发现这个框画错了 就是这个框呢 是应该把ClearQuest 呃 框在里面 但是把ClearQuest和ClearDOS 扔在外面的 就是Eras这个框 我画错了 可能我后期会改一下给大家看啊 然后后端的Saf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机器呢 将来呢 我们会用Eras 替换掉MATIX1 替换掉ClearQuest 而且呢 还有一点 我们会让Eras 跟前端的TeamSender集成 跟Rally集成 跟ETAD集成 跟后端的SAP集成 这就是这幅图的意义啊 好 然后最后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得出结论 LFPM就选你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 开客制化开发 与测试的一个过程 啊 这是整个 这是一部血淋淋的血泪史啊 血泪史 真的血泪史 第一开始呢 因为本身呢 觉得这个东西呢 软开呢 也不是自己的强项 那就决定包给 印度的一个 软开公司了 这个公司 印度相当大的 大家自己去猜 是Tata Infosys 还是Vpro 还是哪家啊 大家自己去猜 我们就 我就不说了啊 然后呢 因为外包的过程中呢 阿三的 我可以坦诚的告诉大家一点 阿三的软开公司 真的不要太信任他们 然后呢 由于我们这边呢 没有专门的这种软开 外 外发的这种项目经理啊 结果呢 我们的当时呢 一些做support的工程师呢 把需求文档写了很多很多 测试case也写了很多很多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交给了 呃 这个外包公司 他们去做了 基本上所有的 这些文档上 所一步一步的那种操作case 把一分之一百的都能通过 他的case写的什么样的 笨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啊 点哪个button 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响应 点哪个button 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响应 就这样的 就很死板的case 这种case 拿到阿三的交付总书册 绝对都通过 然后这通过了之后 就理论上 从合同角度来 就是符合验出标准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软件的现状性质差 因为 你把这个 你所写的一个 安部就班的这种case 全让完了 都通过 但是并不表示 你日常中 就这些case啊 日常中有很多例外的 你比如说 一个defact可能会 被来来回回拘了几次 但在这种 来来回回拘几次case中 在现实中 是非常多的 你这样一走的话 这个流程就可能崩掉了 在某一步就崩掉了 所以说这个软件 当时交付收到的包呢 是现状性非常差的一个包 然后总结而言 就是一句话 花了钱没有办法事 然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上线时间呢 是一二再再二三的推迟 而且关键更惨的是 上线了之后 大概用了两个多月 再下线 重新改 整个时间一年 外趴的时间呢 干了一年半 再加上上线什么的 接近两年 都浪费在后面上面了 啊 大家好歹呢 也算有点收获 至少比 也不能说人家 三公司什么事都没做 至少人家给你做出了一个框架 框架在那啊 有框架了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啊 这时候呢 没办法 只能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怎么办 我们呢 因为 还比较好 这家公司呢 有一些软开的人员 最后来我们就从这里面 找了一些比较资深的软开 一两个 然后就从市场上招聘了那么几个 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开发team 然后来做这事 一开始呢 这几个人呢 只负负责从 从那个阿三公司接手 把所有的开发 给接手过来 然后呢 我们成立 一开始接手 接手呢 也没有什么 那个 后面呢 我们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 整个呢 这个 按照 如果说迫不留的开发模式啊 对我们极端不利的 最后来我们呢 在当时的team里的一个软开的工程师的 介绍下呢 就决定采用敏捷方式去做 敏捷开始 方法去做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团队呢 包含了四个开发人员 三个需求人员 当然这三个需求的呢 是部分做需求收集 部分做需求确认 也要做一部分测试工作的啊 然后有一个专职的测试 就是差不多是上一个八人的team 如果说外延一点的话 可能其他的 整个PLM support team们 加一起的话 大概有那么 16到20个人 但核心的就这么八个人啊 然后呢 我们以四个星期为一个 敏捷Sprint 来做 开发啊 前两周呢 基本上是 Fox在开发性功能 后两周呢 基本上是Fox为这些 近期开发的功能的bug修复 以及往期历史累积出来的bug 修复 做准备 还有安排就是下一个Sprint的一个工作计划 然后呢 我们当时呢 对于每个Sprint做什么 工作量能有多少 评估的方法呢 是用那个费波纳极数的评估方法 因为你也知道就四个软开 四个软开满打满算 其中一个人可能要做软开项目管理 但是真正能用的也就三个人 三个人每个人的话 每天八小时 你省点三八二十四小时 算二十四个点 那么二十四个小时满打满算的话 你算它乘三分之二十六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月 只能真正正正有意义的话 只能做十六个点的这样一个 叫做工作量 十六个点的工作量 十六个点的工作量呢 其实就是说 你这时候我们会把每一个需求 评估成需要几个工作量 一个最低难度呢 是零 然后其次是一 然后再是二 然后一二加三 二三加些五 这样有费波那几乎的评估方法 去做的 就是越往后的大的功能呢 可能整个一个sprint做完 要花两个sprint 甚至三个sprint去做 然后呢 我们又重新审视了项目的高层次需求 重新审视项目 基本上在这个重新审视项目 高层次需求的前提下呢 我们花了四个月时间 把基础的功能做稳定 也就是所谓的 document manager part management 这些最基本的功能做稳定 然后从第五个月开始 执行的是什么呢 devox方法 就是边开发边上线 我们的开发 会跟我们的support一起 去做支持 就是线上有问题 如果说是证明 确实是软件bug 那么可能我们的软开人员 立马就去做修复 敏捷部署 当然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有风险的 因为没经过健壮性测试 但是有时候 如果说确实涉及到这种影响面很大的话 必须这么做 然后我在这个项目的角色呢 基本上是product owner和deployment leader 所谓的product owner呢 就是敏捷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就是可以看作是半个项目经理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这是我们开头四个月做的事情 我总结为开头三版 基本上第一版府呢 我们做的是文档管理 基本上重新梳理了当时的所有的文档管理的结构 命名规则和支持文件的数件类型 然后呢 这里面主要的话 就是确定文档呢 有哪些类型是要支持的啊 当然最主流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般你办公文档的类型 PDF类型 TXT类型 Excel这些类型都要支持啊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把part类型呢 去进行一个定义 对零件做了分类 分类成五类 mechanical part electrical part software part 和assembly assembly中又有一个大的类类 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 finish code 也就是SAP中的最终release产品的产品号啊 这五类 然后呢 我们对零件的管理呢 进行了规范化描述 基本上呢 前三个关键字描述规范化 比如说第一个子 这是一个机械键 那么毫无论是mechanical 第二个如果说它是一个 一个什么悬臂或者是一个梁之类的 那可能用arm或者用bar 第三个字可能这是一个支撑梁什么的 也就是它属性 然后前三个字定下来后面的大概留出一些字段 让用户去描述啊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每个part的管理上面 他们的subtype aml tab 这是approved manufacturer list 就是那个所谓获得批准的供应商的列表 就这个part 我们可以从哪些供应商来那进行拿 bomb 它的bomb表如果是装配就有 如果是非装配 这张表是空的啊 然后document 就是说它所零件下面所对应的document的类型 当然这里我们要讲一点就是document跟part的一个映射关系 我们允许有单独的文档去申请 但是如果说你是part的文档 那么一定是要求从part里面直接generate的 不允许单独申请再链接过来啊 这是一种映射关系 然后还有rohas tab 对吧 就是 呃 主要是那些呃符合什么六价格啊 那些环保要求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零件呢定义了三种状态 分别是facibility model engineering model和product model 啊 就是可能性模型工程模型以及产品模型 一般呢这三种状态中呢有个严格的要求 就一个零件在进入了engineering model阶段的话 一定不他的下一个版本一定不可以回退到facibility 如果你要回退的话一定是当前版本 就是后边版本的可以这么理解 后边版本的状态一定不能低于前面版本 他可以跟前面版本是同样状态 但他不能低如果说这时候你遇到比如说你这一个零部件已经在产品状态了 但是你又要对他重新去开一个工程版的模型去做怎么办 新申请号去做 做完了之后如果说那个工程模型确认了 把那个确认的模型转成这个产品的下一个版本的产品模型去做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在企业内部形成的一种做事风格了 然后第三步就是关联管理relationship的管理 主要涉及到零件中的document和part的映射关系 版本之间的映射关系 这顶的版本映射关系主要是指装配体中的版本映射关系 这里讲装配的映射关系 我们讲一下我们当时遵循的是release版本原则 就是说所有的bomb基于最后一个release版本去建立 然后这里基于这样一个版本去建立 就会涉及到跨产品线的借用的问题 跨产品借用的话 如果说过往的人借用的是你老版本 当你更新了新版本的时候 对应产现的产品线经理会收到提醒 这时候他要决定是用你的新版本 还是要把你借用的料号 转成他自己产现的新料号去做 如果他不愿意升级 跟着你升级到他要转料号去做 然后这里还要提点一个额外的话题 就是弹出窗口的精简和窗口布局 Eras呢 PLM最大的缺陷在哪 还有一个缺陷在哪里 就是弹出窗口太多 有时候经常你点一个弹一个窗口 弹出了之后弹到最后你都烦 所以说这一点呢 其实是对用户角度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 那么我们一定是要做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把一些弹出窗口做了精简 比如说我们当时在Document Tab里面 就把一些PDF的链接直接放出来 就是说不需要大家从PAD里面打开Document 再打开PDF 而可以直接点PDF链接打开PDF去看 省掉了中间一个窗口 然后刚才讲到了这些投赛版本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整个这样一个流程开发的过程 流程开发过程呢 首先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图 整个这样图呢 我们过往的流程呢 是没有相互关联关系的 比如说当时ClearQuest里面管Defact Engineering Change Notification在Matrix1里面 ECI在Matrix1里面 但是当时的ClearQuest Defect 跟Matrix1的ECN和ECI没有关联关系的 但是到了ERAS里面 我们把它整个关联起来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从这张图上看 我标了三个start point 就是从你任何一个start point 我们都可以走整个一个流程 比如说我某一天 某工程师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缺陷 然后这个缺陷呢 被确认了 但是这个缺陷比较重要 好 那么我们可能要先要进行一个工程变更的review 那么我们可以跟 从这个Effect上 关联提出一个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然后呢 如果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被批准了 觉得确实需要做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在被批准的时候 它自动创建一个跟它关联的 Engineering Change Notification 然后Engineering Change Notification被执行了以后呢 它会根据需求有制造工程师创造 创建Engineering Change Implementation 这里要讲一下 工程变更执行跟Engineering Change之间 可能是一多映射 什么一多映射 就是一个工程变更 可能会创建两到三个工程变更执行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制造工程师是分领域的 制造工程师有电器的制造工程师 有机械的制造工程师 然后如果他们的你的工程变更里面既包含了电器键 又包含了机械键的话 那它的工程变更执行的话 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就要由两个人分单去承担执行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我库存有一些库存键在这 我的工程变更执行必须等到这个库存键消耗完了再去做 那这时候的话 我可能为这个工程变更就要创建 两个工程变更执行 先执行其中的一部分替换 等到另一个那个执行完了之后 再把另一部分替换 再创建工程变更去执行 所以说这里是一多映射的关系讲清楚 然后前面从defact到ECR到ECN都是一一映射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刚才讲的是整个这一条横线的过程 那如果这个defact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太重要的 重要性没那么高 不是要去review 或者大家一看 明眼一看都知道这一定是要变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直接进入工程变更 当然 这就是我刚才我下面画的这条折线 跳过来直接到ECN这条线 从defact到ECN这条线 好 这是从defact开始的一个两个流程 那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我并没有缺陷 但是呢 我工程师team啊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市场需求 好 那么可能怎么样呢 如果说这个市场需求呢 我们对它并没有很大的把握 我们可能会先做一个工程变更review 找到问题提出来 大家一起来review一下 看一下什么效果 然后走后面的流程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 说白了 就是我一定要做工程变更的 那么我直接从工程变更这开始整个流程 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是整个的一个流程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要讲的一点 我在ECN下面用一个橘黄色的T形框 画出了一点内容 这是真正真的工程变更的实际工作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里面所管的Eras管的是流程 真正真正工程变更是要在你的图纸 你的文档 你的作业手册上去发生的 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在PLM系统实际管理之外的 当然你他你把他的结果会load到PLM系统里来 给大家review 但并不是说 这些变更工作可以在Eras里做 所以说这里标出了这样一个橘黄色框 是真实工作的内容 这一块内容可能也就是机械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每天要做的事情 花最大块时间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看一下 对应的流程管理模块 第一个缺陷管理 缺陷管理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一追踪各种内部啊 外部啊 用户提出的关于产品的机电软的缺陷 然后呢 这是机电的缺陷 这里讲的就是在Eras里面 为什么没有提议软号 因为软件的缺陷呢 在clearquest里面 在rally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模块呢 有两个要求功能 一个呢就是他给机械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直接提缺陷 另一个呢 他要能跟我们的clearquest或者rally去做集成 把一些因软件bug而需要发生工程变更的那些那些缺陷呢 同步到我们的pri里面 Eras里面来 这里讲一点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们最早时候发现了某个软件并软件的bug 但是最后来发现这个软件bug呢 实际上我没法从软件层面去修复它 必须你从硬件 板路啊 PCB板路啊 这些层面去修复它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 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一个defect从clearquest里同步到我们的Eras里面来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defect去做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是clearquest的状态跟Eras里面defect状态呢 要是相互关联的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控流程的角色 叫inventory viewboard 基本上这一个的话都是由各个产品线的产线经理或者technical manager来承担的 他去评判一个缺陷 是不是要去管理 然后具体细节的流程呢 这里我可能不方便把它的流程图画给大家看 所以说大概我只能讲到这么多啊 然后第二个呢是ECR和ECN 为什么把这两张放一起呢 因为其实呢很多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工程变更的过程啊 当然ECR呢是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它主要是产品开发团队呢 对这个新功能或者是defect所提出的需求进行技术评审的要求 然后呢它主要呢跟ECN一样都是有一个change control board去管控的 也就是变更控制委员会去管控的啊 当然变更控制委员可以拒绝这个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大家也可以批准啊 如果一旦一个ECR批准了呢 那它对应的会有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生成啊 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呢 实际上只是在我们工程师在具体的工程工具 完成了工作以后 把它需要发给各个角色去审批的东西 用这个流程启动起来发出去啊 所以说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对于我们这边呢 说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呢这个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呢 它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呢 它基本上是在工程工具完成工程变更后 或计划变更前提出 就是说你已经确定你要做的事了 再提它啊 然后呢 它追踪了各个各种变更的审批和审阅 就是各个人在中审审查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可能有制造工程师 哎我认不认可这个变更 然后有我们后面呢 可能有那种呃供应链工程师 哎你这些变更 对我跟供应商之间有没有影响 我要不要审批认可 然后再说的话 往后说一点 可能哎QA我认不认可 QA可能分为制造QA 还有产品QA啊 然后这些东西都要签成 当然他这个engineer签成的这个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要与PDM系统集成 刚才我们画的图里面 画到了要一个team center 与ERAS集成的一个过程 那集成在哪里 主要是在这个集成 就是简单来说呢 举个例子 我一个机械零部件发生了变更 我变更的是CAD模型 那CAD模型变更以后的话 我要把变更以后的CAD模型 发到这边来做review的话 我需要它集成 集成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在team center端呢 设计了一些自动化的流程 就是说你比如说 在team center端 你选中了某一个 你变更的 已经变更好的东西 对应的呢 把它在team center中的流程 起起来 然后呢 它会通过web service的方式 把它所生成的图纸 自动的generate PDF发送到ERAS这边来 然后跟而且并且自动的 跟对应的工程变更关联起来 这时候的话就是说跟前面的集成 跟机的集成啊 然后跟电的集成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的PCB板路中 某个元器件做了替换 替换了以后呢 我在mentor graphics里面 做好了变更以后 我只需要选中这个零件 同样从mentor里面起一个流程 它就会把这个PCB板路图 或者是PCB assembly图 直接推送过来 以及它的bomb啊 推送到我的这个 ERAS通里面来 然后呢 并且把它链接到 对应的ECN中去 NOTICE中去 然后呢这就是从所谓的集成啊 对机电变更的集成 这样的话就支持了什么呀 从呃PDM端发行工程变更 当然我就比PDM 包含是广义的 不止不离止TL Center 你也可以把mentor graphics 认为是PDM的一部分啊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下一页 Engineering Change Implementation 当我们在工程变更 已经被确认以后呢 我们要做工程变更执行 啊工程变更执行 基本上呢工程变更呢 一个就是指出 哪些PAC版本升级了 哪些东西的装配件的 包含发生了变化 对吧 这是一个工程变更 最主要的目的 然后呢 它最重要的影响 影响在哪里 影响在生产端 然后我们工程变更 release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发送提醒 给相应的制造工程师 制造工程师 声音上提醒以后呢 它可以根据它的 安排在系统里面 提醒相应的 工程变更执行 工程变更执行呢 我们这里做了几件事情啊 第一个呢 变更产生的BOM呢 制造BOM自动化 制造BOM自动化 包含第一个 从EBOM到MBOM 生成的自动化 生成自动化 比如有新量号产生 那么呢 它一定会在 Engineering Change Implementation中 把这个新量号给标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制造工程师 可以去评估一下 这个新量号在 ERP系统SAP里面 有没有 没有的话 它可以点一个button 一点就会把一些 这个part的基础数据 传到SAP里面去 之后呢 我们在ERP的 就是PP product planner 就可以根据 已经传过去信息 向财务啊 向其他人去 向采购经理啊 去收购相应信息 把它完善 好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个什么 过往的时候 我们任何一个新量号 产生了都需要我们的product planner 去手工完成所有的事情 现在呢 就不需要了 很多事情是同步过去的 基础数据是同步过去的 然后后期呢 我们又做了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 把我们这个零件的 采购信息 在工程变更 执行中进行体现 就是比如说这个零件 有一些变更 那么我们并不一定非得 同步到SAP之后 有product planner 去跟对应的financial 或者采购buyer 或者是sourcing manager 去确认 而是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早期 这道工程师发起这个变更以后 就把他们loop进来 把他们involve进来 然后由他们对应的信息 在 ECR里面就填好 然后一次性通不过去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 原来的采购 很多的原来的 采购sourcing manager 就采购经理 就不再需要去进ERP系统了 因为ERP系统说实话 是比PoM系统还难用的一个系统 除了PP的角色 能玩得好以外 一般的人 学它也是一个很费力的事情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可以省掉很多 ERP系统端 账号的钱 因为每一个buyer 每一个sourcing 如果要进ERP系统的话 都得花钱 但如果这些信息 它可以不用进 它在Eras里面就完成了 它就不需要去花这笔钱 建这个账号了 这是所有关于ECR内容 当然ECR还有个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什么 记录变更的具体执行的 起期时间 起相应内容 比如说 A料的话 我是从3月14号开始执行 执行到5月20号结束 然后呢 还有一些工程变更 可能会delay 因为我手中的库存料呢 要继续用完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流程 制造办法流程了 我们对零件呢 有制造工程师呢 可以进行一些属性识别 主要就是makebuyer和fenton的实现 makebuyer属性的话 大家可能很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我自己做 或者是我采购件 采购件呢 就是我标完buyer属性以后 就传给buyer或者是采购经理去做 make件呢 可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做完了以后 我就要对他的细节的工艺 公布啊 去做相应的调整规划 啊 那fenton是什么情况呢 fenton就是说 我买料找第三方代工 oem 好吧 好 这是ezi的流程 然后 还有种情况 在叫做偏差授权 偏差授权呢 实际上不属于工程变更的这个案处 它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 比如说我借到了一部分供应商来的料 这份料呢 怎么办呢 就是说呢 它可能呢 并没有完全的能遵照我图纸啊 或者各种文档要求的要求 但是呢 它能不能用呢 能用 而且很多程度上是这样的 它满足了行业要求 但不满足企业标准要求 这企业要求标准可能更苛刻一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全退货回去 与我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怎么办 我们就启动一个 divation authority 偏差授权的流程 就是对这一批料 可能给出一个特地的 zero number 用于追踪 然后把它用过 用上去 如果说将来 因为这批零件发生了问题 我首先就会查这个DA 看看是不是由于这个DA 由于这些零件 就是不符合企业标准零件的 或者说越有偏差零件使用 产生的问题 而且这个DA呢 基本上是要求 有生产部门提出 生产部门和工程部门呢 共同批准才能去用的 这都是基本上是现实中 从企业角度 企业成本角度去考虑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 再看一点 就是一个标准件的管理 标准件的管理的话 实际上是做一个大装配企业 是最头通的事情 基本上我生产的核心部件 因为点很少 绝大部分小零件都是靠采购的 然后呢 所以说这就要求 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采购件 库 然后关键还有一点 要有这个采购件库 要有一个强大的搜索功能 维护这个库呢 需要有一个专人 而且供应商清单呢 也需要有专人 这个专人来维护 所以说最后我们建立出来 这个标准件库呢 可以看来是这样的 它基本上每一个新的采购件 要申请都会是提一个request的流程 当然我在的时候 这个request都没做 后面他们就说 做了这样一个提采购件的request流程 原来那些流程都是线下提的 就是说这个人把相应的材料组织好 填一个excel 发给这个标准件维护专员 他去维护进系统 如果他在维护进系统之前 他先会看一下 系统里有没有满足你要求的零件 然后呢 再去看一看 你当地有没有供应商去做 所以说这个东西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 控制标准件库的一个增长 因为所有的这些件的采购 对企业来说 每一个标准件的 每一个标准件新的建立的话 它的建立成本大概是在2400美元 这里 还要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跟其实跟具体流程 不太相关的一个内容 就是myinvesting故事 因为呢 我们知道 所有的EPM系统里面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流程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每一个工程师呢 不可能像我们做POM的行业里 这些人一样 这么熟悉 所有的东西 就会发现一种情况是吗 就是他 要到各个功能模块里面 去找他要做的事 很头痛很痛苦 然后呢 Eras本身提供了myinbasket 但是他提用的功能呢 非常有限 然后我们呢 为了 让减少工程师的负担 就把这个功能呢 进行了一个增强 第一呢 我们把散落在各地的工作任务 全部给搞到这个myinbasket 比如他有一个defect 需要他review 就在里面 有一个 那个engineer 签证notification 需要他签审在里面 有一个 那个 怕是变更影响了他 也会在这边 全部提升 而且是分类 就是分 小title 这样的在这 然后呢 因为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做了以后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工程师 如果你真的不想学这个Eras系统 你在这一页 你就能把你自己 要干的所有的事情 都搞清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 是什么呢 我们呢 对这些任务呢 增加了紧急程度的显示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一个review呢 希望是在七天之内完成的 一个ECM的整个cycle 要控制在二十天之内 如果说你一个人 把这个engineer change review 拖在哪 拖了四五天的话 那整个这个engineer change cycle 肯定是长的 那么怎么办 我们用红 黄 绿 三种颜色 显示这个任务的紧急程度 或者说这时候 如果你工程师再懒一点 你可以优先处理红色的 优先处理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吧 在企业里面呢 很多的角色呢 都是有backup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QA 但是我还可能下面还有另一个哥们也是QA 他跟我一样都有可以选择 但是因为我是primary QA 就是绝大多数这种什么 engineer change的质量评审 或者defect的质量评审 都是我来做的 但是如果我休假了呢 怎么办 快到任务到期的时候呢 也会给backup发一个邮件提醒 就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primary rule一直没签 你是不是要带它去签 然后呢 而且呢 因为既然做了这样一个提醒嘛 也会毫无疑问 对primary rule的任务呢 会优先显示 所以说所有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什么一个目的 大家可以讲一点 就是为了用户体验更好 所以说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在群里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一个好的UI 跟一个烂的UI 有什么区别 因为群里有乙方人讲的 同志人讲的 就是说只要功能满足 UI差不是问题 实际上那是在乙方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如果在甲方的话 光光真正真真真真的 就是说工程上就是唾沫 就能淹死你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AEROS这个平台并不是很好 比如说在速度慢上 比如在很多的一些异常情况处理上 并不能完整完整 但是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就做了这个 对Mine inBasket提升以后 我们让很多用户点头认可了 因为他觉得可能某一个具体里面的功能 还是难用的 但是整个这个Mine inBasket呢 让他不用再花时间去各个地方 去找散落的机脚Galaxy的工作任务了 好吧 所以说这是我从甲方角度讲的一点点心得 就是说用户体验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决定成 甚至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后期 support人员能做还是没法做的一件事情 好 然后迫不留向敏捷开发的转型 因为至少本来写的这个话题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呢 定制开发呢 从早期接手的时候 以迫不留就是定义需求 需求文章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做design spec设计 呃 spec 然后做那个呃 function spec 做design spec 然后做test plan 执行test 转向呢 像 直写用户故事 做开发的这样一种模式的转换 因为后期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开发模式 基本上是完全敏捷的 这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PLM这种项目的话 初期上线 你需要用破不留的方法去做 但是后期的话 如果说你是让一个系统稳定运行 有不停的小巴尾要修的过程中 敏捷开发方式 可能是比你用破不留开发 更好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 它会省掉你很多很多不必要的 就是叫什么 文档 而且会让你的用户响应速度 变得很快 因为你在敏捷开发的话 基本上你就很容易去执行DevOps 就是呃 开发也加入运营的这样一环节 就会比较容易执行啊 然后这块内容呢 因为 我想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呢 写下去呢 也太多了 太细了 没有意义 所以我就没有去写开它 就留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这个话题去探讨啊 实施部署 实施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上限 和持续改进 这样两个办法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呢 是安部门来 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的上限 然后呢 基础包呢 是在我们 就是用那个 波不留开发模式 做妥了以后 就一次性上限了 包含的话 主要就是这样 四块内容 Document Part Defect Engineering Change 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呢 如果说一个 defect 经过了ECR review ECR流程也没有 直接进入ECN 整合流 然后扩展包呢 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来的 我们 扩展包呢 第一个做的是ECR 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然后其次呢 慢慢慢慢把 ECI啊 DA啊 PCN呢 Rohas一个个做进去的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讲了 持续改进的话 就是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做新的扩展包 另一部分就是修 已经上线 最新的那个模块的bug 上线的规则的话 基本上是 既然是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执行这样子 第一呢 是跟聚集工程经理 Tecnicology 工程呢 迁移上线的计划 然后做简单的培训 做简单的培训 这个培训 这个培训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就半个小时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一点 就是说在这阶段 你做了再详细的培训 也没有人会听进去 企业的工程师 关注他工作的 远多于关注你这个系统 啊 然后呢 Pilot迁移是什么意思啊 Pilot迁移呢 主要是 把历史数据 的迁移代码去测试 它可靠性是不是行 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个 从老系统数据迁移过来的问题 所以这块东西 叫Pilot一些了 然后一旦这两件事情 做完了以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会 在周五的下午 旧系统锁定 迁移开始 周一的时候 新系统就上线了 新系统上线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onsite support 所以这个步骤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从我们的理解上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onsite 使用的支持 因为基本上 在一个新部门上线了以后 接下来一周 我们所有的资源 都会投入到 在这个部门 新上线模块 就支持上去 就是基本上是跟他们一起干活 然后呢 再就是按功能分阶段执行 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做 所以说上线支持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 讲刚才提到了 导入培训的话 是简单再简单 因为没人听 第二个呢 也不要去让什么用户 到QA环境试用 或者到什么那种 evaluation环境去试用 没这件事 基本上就讲清楚几件事情 一这个模块干嘛用的 二对应 如果过去的软件 有对应模块 告诉你对应模块是什么 三 从很高层次里面指出 如果是新模块 指出来 然后呢 再就是我新做的模块 跟老模块 有哪些不同 有哪些inhas提升点 在哪里 就这样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 这种使用的过程 都在上线onsite服务中 来做掉 基本上就是我们 到现场 跟着部门一起来用 一起来做 当然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企业有大小规模不同啊 我讲的呢 只是我的经验 这一点上我也认同 有些人说 有些企业大到上万人 你这不做上线培训 不做那个事用 根本没法推下去 不找关键用户 根本没法推下去 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这么做了 所以我也就这么写了 基本上就是遵循 我手把手的教你 然后呢 我呢 去跟你学业务 这学业务过程呢 也是为我将来做 模块 修bug 了解 你的业务场 你到底什么样子 耳朔的啊 然后你呢 就是跟着用户呢 跟着我学点软件操作 然后呢 再就是敏捷修复 DevOps的 急急时间 修复小bug 评估过后呢 就迅速部署 只要这个bug 我们确定 不会影响到那个 基础功能 大功能 不会做成大自然的 基本上就立马执行 直接就在产品环境上去干 就这样 然后呢 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保证产品部门的工作呢 能走下去 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这种所谓的必要的时候执行DevOps呢 就是让开发来走流程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问题呢 它短时间也修复不了 但是呢 工程team 比如工程变更必须要release掉 那么怎么样 就让这些高学型的人 直接甚至说对数据库做一些模拟操作 把它走过去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一定是控制使用 而且是评估的 是专人管理的 而且一定要在historylog里面写清楚 当时为什么这样做的 就要有清楚的记录 好 对于项目经验总结呢 这里我提到了两点 一个呢 就是对于架构的选择思考 一个对于项目执行方式的思考 这两点 因为我想了一下 可能不方便写太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第一个呢 对于BS架构的软件和CS架构软件呢 目前来说呢 通过这个的实施呢 我觉得BS架构呢 相对而言 从实施角度来说呢 更具有普及性 而且轻量化客户端的部署可行更高 CS软件有它的 那样的架构呢 它的优势 比如Tim Sender它有复客户端 它的优势在于哪儿 它能把很多东西的 平静啊可以做一些转移 但是呢 它所需要的学习曲线呢 也并不是BS架构可以那个的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对于企业实施来说 我个人来讲 更倾向于选择BS架构的 PM平台去做 会好很多 就是个人倾向性选择 然后对于项目执行方式的思考呢 就是经常也听到 就是说像这种PM大项目的话 第一个项目经理 要有一个很高层的overview Architect设计啊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呢 对于乙方项目经理来说呢 如果说在催方案的时候 是有必要的 对于甲方来说呢 我觉得反而是更细化的 首先你要把你的 需求 以及所谓你准备 采用的软件的功能性 QFD做好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你 对于他 所以说对于乙方 甲方来讲呢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做好你的选行 对于乙方来说 可能他给你吹大的价格啊 吹那些那都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从乙方来讲 并不能千万千万最重要一点 机会的一点就是被 乙方以价格给忽悠了 那就陷入了一个死结啊 然后呢 从执行方式上来讲呢 我们我的理解呢 呃 你可能用传统的项目管理方式 嗯 迫不留啊 什么 从规划到 执行到收尾去做也可以 但是对于甲方来讲的话 你最重要考虑的 不光是项目本身的一个执行 而要考虑的是项目后期的一个维护 简单来说 就像我们选EROS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EROS开源 这是一 二一个虽然我做了很多克制化 我将来我也预计养这个人 去维护这个 维护这个 系统 就算他升级 我也跟着升级 我也准备去 那个维护的 所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上的是商用的系统呢 基本上你的所有的维护呢 特别是升级 除非你不增加任何功能 确认OOTB包 维护 只要你定制了任何东西 你一旦后期的维护的话 你都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好 这是我自己的思考 所以说在执行方式上呢 我觉得从 甲方企业来说 也许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些敏捷方式 就是 自己养一点点的这种开发 养一点点的需求收集人员来做的 做这件事情 好 那么我今天那个大概的主要的那个演讲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把那个主播的权限转给阮福之家的陈总啊 陈总 好 谢谢 谢谢陈总这个比较这个系统性的也比较深入前出的给我们梳理一下关于PLM选行 特别是基于说开源选行这样一个项目实例给大家做了一些心得分享 那我们现在可能留出一些时间来解答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大家通过那个聊天工具就在我们这个客户端上给大家给我们这个留言 那陈总这边可能有一个问题啊 他们是说 ROS PLM的开源的话是不是要买原厂的服务 那升级怎么来实现这块有没有什么相关经验 是这样的 ROS呢 本身呢 它的大的release版本呢 是不需要买任何license 如果你企业非常小的 我都连那个 呃 就是小版本包都不愿意买 你也可以直接申请license去用 但是呢你不会得到ROS官方的任何服务 就是说没有服务所有东西都你自己做 或者说简单来说你是一个非常小的企业 你就决定用ROS大版本 比如说1010.0这种大版本 去做一个很小的功能就做一个项目管理 那么你可以直接用 甚至可以不用采拨它 而且用缺省功能 改变你们自己内部用户的习惯去做 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升级到10.1 10.2 那你就一定要买它的一个服务了 它跟那个 它卖的主要是还是服务吧 就是服务性的内容 好的明白 那它的服务的话 它是原厂的服务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是远程吗 还是说 原厂的服务基本上在中国的话 都是通过和partner实现的 然后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在中国这边或者在美国那边 也没有特别多的呃 有原厂介入来提供很多服务啊 当然这里的话呃 刚才群里有一个兄弟说了 他们是呃 的一个服务商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跟他聊一聊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我自己觉得呢 的服务的话 目前来说国内的话呃 服务商不太多吧 因为我们做的可能不是简单的实施 简单的把一个EROS系统在企业里装好 实施好就做了很多满足企业要求的内容 算是比较深度的去用EROS 基本上从外部来说提供的服务并不多 而且我也说了 我们当时最早找了印度的软开外包商去做的人 软件开发外包商去做的 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说呢 并不好啊 好的那EROS这个代理商或者国内的服务商呢 那我们后面软服之家呢 也有意识的去收集下这些名单 如果能收集到的也会分享给大家 或者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呃 另外有位兄弟或者说有位在提到是说 EROS的大版本和小版本是指什么 它的差别是怎么样提前的 大版本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从8到9 EROS8到9 9到10 基本上我比较熟悉的是8 9 13个版本 现在呢是好像是11 可能还有12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记得最近一次我看的是11 呃就是这大版本 但是它小版本比如说9有9.1 9.2 9.3 这些 就是小版本 就是小版本升级或者跟大版本升级 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呃大版本基本上它就是改的东西比较多了 据我所知 我所知道的 据我所知而言 9到10的这个升级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剃除了很多 ActiveX的东西 改用HTM5来做替代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层架构性的变化 然后小版本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提升吧 还有就是大版本的话 可能是新功能的一个release 在里面 好的明白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大家现在没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会把本次视频呢 我们到录录之后呢 会发布到我们的网站 事后呢 下来之后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系统可以取得一些联系 针对于PiM行业这些 不管是实施中的经验 选行当中的一些经验 可以做一些交流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呃 大家后面的来来那个 关注下我们的相关的一些 呃 群和微信号 我们是想促进大家在这个同行业 进行充分有效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这次演讲会呢 就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下来可以跟我们这个客服进行联系 谢谢大家 也特别谢谢纪总这边的一些演讲的时间 嗯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